四字三解 习题第七题 求这个Naturelog 挂5S加1的不定积分 Naturelog S加1的 挂5S加1的不定积分 他敢写Naturelog S 他没有绝对值的话 S加1一定是正的 你要知道 S加1一定是正的 一定是正的 不可能等于0 也不可能是负的 一定是正的 单独一下 就是U 后面就是DV 后面就是DV 或者UV UV减掉VDU 用这个方式来做 所以第一步 我们看到Solution 会得S 持习Naturelog S加1 S持习Naturelog S加1 UV UV 减掉V 不然是D这个 这个不可以省略的 那Nature U 当然是U分之一在为U Nature U当然是U分之一在为U U分之一 所以这个D 前面这个四字的 后面这个等号可以省略了 这个东西可以省略掉 这东西可以省略掉 可以省略掉 那这个呢 整理以后 第二个后面的积分是S加1分之S S加1分之S怎么积分 S加1分之S 这个怎么积分 这怎么积分 那这次假温是 用拼命凑凑法 加1再减1 用拼命凑凑法会比较快 加1再减1 这蛮快的 那猜成两项 猜成两项 那正负号不要弄错了 前面还有个负号 正负号不要弄错了 前面还有个负号 那你没有把握呢 负就先不要处理 挂虎 这个负不要处理 挂虎 这个里面还有个挂虎 1的积分是X 减掉 X加1分之1 是Nature logX加1 Nature logX加1 这个是加1 Nature logX加1 Nature logX加1 OK 这是1u分之1 这个呢是1u分之1 X加1分之1 DX DX跟DX加1一样 U分之1DU 等于Nature logU的绝对值 X再加1 再加C 它为什么没有绝对值呢 因为它本身就是Nature logX加1 是正的 它本身就是没有绝对值 没有绝对值的 关键要说它X加1一定是正的 X加1一定是正的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给它加绝对值 那加当然也可以啦 也没有关系啦 没有关系啦 这个是前接到这里 然后再拆挂虎 再拆挂虎 接下来再去挂虎 把负呢沉进去 把负沉进去 去挂虎 把负呢给它沉进去 那再过来 再过来呢 可以把这个Nature logX加1把它提出来 可以把Nature logX加1把它提出来 会比较进解一点 它是提Nature logX加1没有错 提Nature logX加1 那上面是C加1 再减了一个X 它是这一项跟这一项合并 这两项合并 这两项合并 这是Nature logLN 那最后面写个答案 最后面写个答案 最后面写个答案 这个的不定机会呢 或者你这个东西 或者你这个东西 这是Nature log 它印刷体是这样子 X加1 S加1 那书写体Nature logX加1 那最后面写个答案 会比较漂亮 这是我们的习题 四次三节习题 第七节的计划 还有它的答案 是